大家好,我是飛鴻 今天是6月2日星期三 發股谷就跑完九場夜賽 今次是用谷A的A欄 講到跑道形勢之前 我還會總結一兩件事 就是提示成績 以及跟進馬 今次有跑的那些 首先提示 今次我猜錯了跑道形勢 我以為今天會有一追 誰知道完全 不是那件事 肥仔威威在等待床後報告 不知道這馬有沒有事 但其實Momentor沒有了 轉彎那個被檢查一下 然後威威高星 也有點像 也很早放棄 因為那場馬 看到潘頓 田太安和莫尼拉的新價 三個在外面 在第四段 斷速在第四段 因為那場是超快步速 第四段一按慢 他們三個一起在四五點 踩油 就這樣包辦三格 我覺得那場馬 其實都是他們三個的新價 為什麼他們可以長期佔頭三 這些都是 跑到長途 比我看到公價 另外還有一隻 就是 快樂寬騰 追回到第四 都無話可說 都跑了給他們看 但是 一來我跑到形勢不合 二來就是 這馬真的是老腿 所以都盡量不要逆天而行 都是選擇一些 擺前一些的馬 穩陣 那 那 接著到 跟進馬 戰紅三千 其實再次追得好 那 我免得再放他一次 但是 心裡面一定會記住這隻馬 古龍順芳 人都追了 不過 輸了給一隻復兵 這隻 然後 快步速 決定暫時斬籃 等這隻馬 先拍太多太多了 然後 小換家 小換家 我想 都等他換人 真的 我不明白這隻馬 越流越厚 每一場後一場 真的 不知道做什麼 這隻 電玩時代 最後 尾場又走三四點 那 都是不算 等他跑來的 不過我也是 好了 接著跑來的 今天很明顯 帶來這個內疊前置 其實就是 六場頭賣一至四檔 八心之威呢 十二檔 但是他一早切過來 其實變成一檔 所以 這個檔很重要 你看到 尾場 都是一二檔 爆Q 那 就 外面追 好像五月一樣 走完 根本就是 沒得搞的 那 所以 你說我找根據馬 都是找了一些追 在外面的馬 但是 我都不敢 不是一追好就行 因為 一來 你今季再跑 很大機會 又遇上這類的場地 就是你每次都會虧 那 那 那 不容易搞 那 這個稍後再講 那 跑道 就是這樣 其實都算是比較單純的 那 好了 那 現在一個人第九場 今天尖前回合0602 第一個話題 就是想說 其實很多事情在尾場看到 那 方家帕和蔡漢一齊 什麼都沒有 蔡漢聲勢又 然後 就是包尾 總之最後 然後一定比例 就是 我那個跑法都沒有誠意 真的 然後 還有就是 方家帕 都是全日空的 那去到尾場 是聖賢大義 那 聽到名字都很寒寒 其實 不過這隻馬真的很厲害 那 但是這場馬 就是 封面的照片 那 我覺得是 photo of the day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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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設計對白 就自然覺得 蘇惠賢有點不滿 那 看看他怎麼跑 所以 那 那 有個小 就出來放頭了 那 那 冠武區 跟著這位置 那 其實 早段的走位都蠻決定性的 因為 現在 反紅衣 一定不是留下尾 他是立心留下去的 不是晚閘 是故意捉候的 然後 他前面的肥走一位 其實我 當時蠻OK的 我覺得 在這位置 然後 黃金巴雙位 最后就是冠武区,然后放头就是有光鱼少,就贴了蓝 圣妍就二跌第五位左右 然后起连卫星就流到尾,因为他当虚都没办法 另外一只劲区,跑到三个,现在就守着二跌第六七位 现在这只有光鱼少其实放头没什么 不过我有一些嫌疑中间我断速,因为他第三段捉回慢 因为第二段有点迫前了,即是这个时刻 快一点点叮叮叮,即是头段是很慢的 但结果到这里的时候,因为他第三段捉回慢,这里准备按了 按慢的时候,马群失败了足够,自然外面又马上走 包括了这个电换时代,最重要就是 现在童话都铁了出去三跌 现在背面里面也平手aría一刀,因为有步速大了 但圣妍是贴了难的 而现在一定是跟着肥仔维会,在最后二二三 这个时候电换时代,到三跌一起踩,和歌哒智 我覺得巴道第三段有些得不償失 因為你弄得後面的馬擁塌上來,你自己的馬更加大壓力 因為他直路頭短,就沒有把道轉彎的位置飄掉後面的馬 結果他完全是跟別人平排的,進來直路鬥 冠寶區就在他身後放出來,勝而在冠寶區和有關和笑中間完全沒有位 一定是堅守在裡面,不出去 我覺得在今天的跑道形勢來說,你又無可口飛 因為你出去,根本就沒得追 外面有一隻追得好的,就是喜連衛星 但因為他沒得選擇,他早就在外面 結果喜連衛星做了第三、第四段,他也是最快的 兩段都是他最快的,但也是第四 因為他的彎都飛得很出 一定是跟勝賢兩隻焦點馬,根本就完全沒有騎過 前面四隻都鬥得很燦爛的 結果冠寶區都節省了那隻,鬥贏了又有個笑 我覺得苏惠如如果真的擦爛巴道 關鍵位置都是第三段和轉彎的一刻 因為他沒有把握到放台優勢 第三段他按得太慢的時候,你引到其他馬上來 還有你自己沒有扔掉身後的馬 所以方頭的技巧都很博大精神 不是說按得越慢,你就越省 越省力,你就賺 不是那麼一加一 那這場馬其實就反映了,剛才說過 阿芳和蔡一起失蹤 那其實今天還... 最重要的是這兩個,因為他們爭貫馬房 大家覺得他們很有戰意,逢外面拚 那又不是說真的不拚 但是尤其是方家拍,第一場電訊飛彈 就慢閘,一早就輸了 接著就...捉金王 要追的,今天就沒得說了 盡著的事,陳家希發揮不到 快步速,因為跑得太密 二來這隻馬我不喜歡排內檔 因為很大隻馬要開步 然後二來靚也好像沒有考過 接著精彩輝煌,就守住內蘭靚位 但是一滴都沒有 接著聖賢,就剛才完全沒有騎過 那他是不是戰意獻鳳呢 又... 電訊飛彈這些都說不定 那... 我只能夠說... 諸事不順 那其實蔡漢只有美場 升勢和一定美麗 然後就... 那你說蘇惠賢 就是起碼夜 因為今天偉大和賀賢都起碼 其實賽前,如果看我Live 有朋友問今晚看哪個馬房 我說中游 那就是... 比較廣泛 但是其實很多人的陣都不錯 就是包括偉大和賀賢 蘇惠賢 其實搖本輝也是 不過就是諸事不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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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就贏了富禄和白心之位 賀賢就贏了紅豬勇士和日就月章 那蘇惠賢本贏了很好彩彩的 其實呢 有光有笑他明顯是... 就是很想幫他破處啦 還有呢 最緊要我覺得呢 就是... 法律寬騰呢 都跑了給你看 只不過真的輸了 然後呢 就是巴基勇士 轉倉第一次呢 這隻馬我講他都跑得相當不錯 就是明顯和試授的表現是接軌 就是... 我臨場講... 就是我Live的時候 有講這場名 都有提到巴基勇士 叫大家拖賣 我自己買批的 不要坐去拍第四 我自己今天都諸事不順 那... 就... 所以... 都是這句啦 尖前顧後啦 那我呢 我覺得蘇惠賢呢 其實餘下這十幾期呢 會繼續組裝的 因為他剛剛那一期都出了一些 合火紅心啊 那些... 十二馬那類呢 即是那些側身當起的馬 每隻都硬坎的過來 那... 所以我覺得呢 蘇惠賢是完全沒有放暑假的 這個心態的 那... 那我覺得呢 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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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說方克魄的竅門 其實很簡單的 這個是達森星賽前的訪問 方克魄就說 佳晏之星和阿姆斯龍是好 但是因為這場馬他強調是季尾舉行 所以富榜較輕的馬就往往較過優勢 這個馬會的翻譯 我都相信英文版也是這個意思 不是相信 我看過英文版也是這個意思 那是否真的輕榜馬特別好呢 今晚真是厲害 頭兩場一千米不算的話 由第三場開始 紅豬勇士1-16磅 然後日租月章1-14磅 第五場是騰春英贏的 不過九頭二虎之力 我稍後會播這條片 然後第二三四都是輕榜馬 我界定為1-192下就叫輕榜馬 即是1-1字頭 接著就是第六場勝利波幅118 第七場好好坐坐118 第八場10號負六就是15 尾場冠寶區117 還有共通點他們輕榜 自然是大號碼 我自己就覺得比較少可出現 尤其很多是未贏過三班的馬 譬如冠寶區 譬如富六 譬如好好賽賽 譬如好好賽賽 換言之今天三場的三班馬 都是由未贏過三班那隻馬去贏的 所以我覺得 似乎阿芳這個理論 是真的有效的 看回第五場 為何我選擇一場呢 反而是重磅的騰龍超英贏的那一場 一邊看一邊說 這場騰龍超英其實是限制的 因為他四檔一出來 內蘭那幾隻馬都不是很快的 應該是比他快的 就很清楚比他快 即是測水神區和容天鵬那隻 那隻是什麼 我忘記了 很偏差 只有1000米那隻 然後總之他放了黃金飽箱位 就拍著他身邊的紅眼罩 就是有雲來 那就是第二那隻 然後就 後面就盡著事 可以順手看陳師傅直路的發揮 那就是騰龍超英其實是沿途貼上欄的 一步不蝕 那在騰龍超英身後就是巴基用士 那外面走出去的堆馬 全部只有包尾 現在 藍眼罩、紅帽 那隻 大家開心我會連續跟進馬 因為 只有他一隻會追的 那小玩家 一直在裡面 不知道他跑什麼 那 那現在騰龍超英其實全程都貼上欄的欄 一步不蝕 正宗 那右運來 就轉彎之前已經走出去三點了 因為這場其實都算是偏快的補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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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馬都不是怎麼追到的 那但是你鬥到這個時候呢 其實陳師傅 潘頓的車輪邊就出來了 那 九牛二虎之力的 潘頓車中二邊 抬著馬回來 險勝 那 那 但是以陳師傅這麼貴的卡士 就是 大佬他貴初是跟 那些 顯心 不 sorry 是達心聲 平常心 跑三班千二 他跑第二三 那他當然贏不了那些馬 但是呢 就是 李傑和體力下降這件事也好 怎樣也好 他卡士點都高過這把馬 有運來 巴基勇士 大家很開心 全部都是儲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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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算都好 騰青呢 說了級數就高了 但是呢 都辛苦這麼緊要 就是節省了 今天的 他部速就他 下一段時間就了他 都這麼辛苦 潘頓那些車輪邊 都看到他的背景應該是沒什麼的了 我特地想看多一次 整條直路 潘頓的狠勁 判断現在拿進去,決心就是一步不適 這隻馬因為他背著130多磅,開始打了 一邊兩邊,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剛剛好20邊的抬這隻馬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磅的問題,我想這樣反振慢,就是唐超一隻這麼有卡士的馬 主要潘頓就是發揮一絕,形勢一絕,都是要九牛二虎之力才險勝 所以看來季味,這個磅就不是吹水 儘管下次再觀察一下這個問題 好了,今天講到這裡 今天的跟進馬真的不容易賺 因為當然我現在放到跟進馬,我不希望駕他下季 我當然希望我們盡快搞定他 首先這隻馬要再出事 所以我相信這兩隻擺明是可以的 今天的形勢差,剛才大家開心,追回第三 然後就齊齊有幅,今場全程四疊 因為他好早就被星勢撞到他飛起 所以...但他這樣輸四個幾馬位,我覺得已經是不錯了 在今天來說 還有他下重飛就敢死 即管看看他之後,是不是很快再出 好了,今天講到這裡 明天有排位了 那...就... 看看這條影片明天出還是後天出 我看看我的工作進度 然後...多謝大家支持 那...還沒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下面紅色我已經訂閱了他 那...跟著呢 就...每條影片都點讚、留言、分享 多謝大家 好了,今天趕到這裡 拜拜